歡迎收看大爾華之 在飛機上可以看到最美麗的風景 除了天空的雲朵之外 我覺得空姐是一大看頭 所以很多人搭飛機的時候 在選擇到底要搭哪一家航空師的飛機的話 通常選看哪一家的空姐比較漂亮 對 所以今天我們要聊聊大陸的空姐 那現場來賓是空姐培訓機構的負責人 劉萍 兩位主持人好 各位觀眾好 劉萍 他原本是空姐 是 後來自己創業開了這個空姐培訓學校 而且還把生意做到對岸 在上海也有學校的據點 對不對 那想必您對這個 關於空姐的相關訊息一定很瞭解 對 就是雙方 就像去之前我們做了一些基本的一些 對於那邊的學校大學的教育制度 跟民辦學校的教育制度 做了一些簡單的一些research 最近最紅的一個新聞 叫做深圳航空流光液彩妝 有有有 我看了這個新聞 引起了很大的討論 您自己看到了嗎 有 我看到 我在網上看到 讓他們畫了非常漂亮的眼影裝 漂亮 都很漂亮 就是說要紅唇齒白 笑顏迎人這樣子 但是我是覺得是說 因為大陸下目前航空業 大家目前可能還搞不清楚 整個航空業的主軸 所以大家覺得空服原來吸引 這些passenger 我覺得是最快的方法 所以他們在很多的外型上 服裝上化妝下了很多的功夫 不過就我們來看的話 其實歐美也好 或者東南亞其他的 比較大的一些國際型的航空公司 基本上空服原來眼影 都是以大地色 基本的顏色來做化妝 就沒有那麼突出 沒有這麼鮮豔 他不只鮮豔 其實我們透過畫面 可以看到這次會引起那麼大爭議 一個很大的焦點 是在於他的底妝 他的臉特別特別的白 白 嘴唇也特別的紅 對對對 有人就說他像個像什麼 異計的 就被那個大陸網友 其實不只是網友 就是這個照片一貼上去之後 就引起了非常非常廣泛的討論 那其實正面評價並不多 其實我覺得 如果把它當作特色的話 我倒覺得why not 但是如果有這個特色 再加上好的服務 那我覺得他就是非常獨樹一格 是 它至少吸引到很多人的注意 對 對 極限 那我們先來看一下說 深圳航空的話 最近的話 他為什麼這麼吸引大家的注意 先看一下欣欣的意外 我一定追擊球自暴動作場 因為我太親近一家人 向前向來的你教導 我一定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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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好嘛 所謂流光液彩妝 其實照片看起來很怪 可是剛剛那段影片 看起來挺正常的 因為我們 剛剛我們看到重點 應該看他的衣服 因為衣服 衣服 衣服顏色 也是鮮紅色 是鮮紅的 所以基本上不會太塗 如果你翻看臉的話 可能就覺得塗無極了 對 但有一個問題 因為剛剛那個影片看起來 他是晃動的 是那個 應該是乘客自己 用手機去拍下來 這個不能大大方方拍嗎 對 像那個 我曾經就是深圳航空 有一個這樣手語歌的表演 我曾經搭過大陸家叫新華航空 不過這家航空已經併入那個 已經併入那個海南航空了 他也是有這樣類似的表演 然後一開始的時候 就表演 我就拿那個相機 那些數位相機出來拍 就被空姐非常嚴厲的制止 對 他說了什麼 空姐不能拍 就要求我把那個影帶刪掉 所以他那一帶 他那個可能剛在拍的時候 可能也是就是手機 大概沒有拿得很穩 或者是偷拍的 基本上在飛機上 很多空人有花招擺出的航空公司 不是只有這些 像菲律賓蘇五航空 之前那個Lady Gaga的 還有現在航空在飛機上 拍了一系列飛機上 很特殊的一些影片 來吸引這些乘客 那都是乘客 很多的都是在飛機上 乘客拍下來 來傳到網路上去的 空姐可以拍嗎 所以是可以拍的嗎 其實是可以拍的 但是我覺得他的顧忌 我在想有兩個可能 一就是說飛機已經即將起飛 可能都已經手機 那些電子都是要關閉的 那你還在使用 他可能是制止的是 這一件事情 我在想可能有這個可能 第二就是這麼公司的政策 認為這不要外流 因為這是我們公司的秘密武器 所以可能是兩個原因 那我們在飛機上講 是有看到那個空姐特別漂亮 或是他們的有特別的 這種手語演出幹嘛 我拿來拍 他制止我 我可以不聽嗎 基本上當下你一定會聽他的 因為你會不知道為什麼 為什麼不可以 是不是違反了什麼什麼 所以我想當下 大家應該都會停下來的 那在飛機上做說 我覺得這空姐的話 非常親切 我跟他合影的話 一般會不會被拒絕 我們很開心啊 是啊 我覺得都在徒弟自己 我覺得很開心 先問清楚 沒人被自製了 像我們國內航空 如果說有客人要跟我們合影的話 通常有些很熱心的 就是老太太就說 我要介紹兒子給你認識啊 什麼的 所以我覺得這算是我們的PR 工作其中一小部分 是 兩岸空姐的這個條件 要求是不是不太一樣 因為我們常搭飛機 就會覺得說 臺灣的客 空姐就特別的溫柔 婉約型 可是中國大陸的空姐 美是美 可是都好兇喔 我們先講比較主觀的條件好了 像國內航空 因為就業服務法的開放 所以對於身高 對於年齡 對於膚色什麼都已經開放了 但是大陸來講 他還是會限幾歲以下 身高多高 他的主觀條件 外型條件 在還是有很大的限制的 所以這是在 在大陸招募的時候的學生 很多人都是要個子很高的 像我們在那邊上課 高級也都要穿高一點 哇 每個學生都是一百六十九 一百七十幾公分 對 那這是外型條件上 但是我覺得在實質的 Innerside的部分 我覺得我們亞洲的東北亞 東南亞的航空公司 這服務上面來講 的確是比他們要 應該講是比較有經驗一點的 比較有經驗 但是我們又發現就是說 因為這幾年來太多的大陸的旅客 到全世界去旅行 也就使得很多航空公司 絞盡腦汁 怎麼樣去照顧這一些大陸 出來旅行這些客人 很不一樣的客人 我們發現以前在公司受訓的 那些SOP 那些Customer Service 都沒有用了 都沒有用 像我一個朋友跟我說 老師 我跟你說 這次我們從香港飛懷 爆版 全部都是大陸客 叫我們要起飛前 吸安全帶 聽不聽就是不聽 然後他說我就想一個辦法 我說你想什麼辦法 我就衝出去 我就跟他說 來來來幫幫忙 幫幫幫幫幫幫 然後他在賣一種 非常可愛 他就說幫什麼忙 他說以備樹職 安全帶細緊 全部以備樹職 然後大家說好 沒問題 就是聽領導的 然後就綁起來 他當下突然覺得他崩潰 他覺得說 為什麼好生好氣的講 是沒有用的 他覺得這種方法 反而是直接而有效 就是要跟他 搏感情嘛 對對對 他覺得就是大陸客 是非常可愛的 就不一樣的客人 要不一樣的服務方式 所以我覺得 這也是他們要學習的 一些彈性所在 我覺得對空服員來講 對其他航空公司的 空服員來講 是一個很大的挑戰 我們我們看到 臺灣的話 每次要就是航空 要遭空服員的時候 就是很多人去報名 錄取率是百分之幾而已 那大陸是不是競爭 更激烈 大陸像我們今年 剛在北京服務 我們學生考的 中東的阿提哈斯 航空公司 當場來報名 就是四千多人 那錄取三十 哇 錄取三十 那在今年 我們也在上海 也服務了學生 就是考阿球航空 但來的人 也是四千多人 那但他們外商 公司招考 跟我們臺灣不太一樣 像臺灣 比如說 國內的梅花航空 常駱航空 招募 每次是一百五 三百 那邊外商不是的 外商公司招募 是預優則選 對 他畢明有一個上限的 因為他們是在 全世界招募 雖然不一定要在上海招募人口 人數的 所以是比較不一樣 但是大陸國籍的航空公司 我覺得每一年 他們都有一些 基本的一些學生的來源 因為他們跟我們臺灣不太一樣 他們是由航空公司 直接贊助這些航空學校的 然後畢業後 希望你可以給我多少的畢業生 他們是跟我們臺灣不一樣 嗯 他們就是空秤學校 空姐學校對不對 對 他們是有這樣子一個 比較特殊的編織 大陸分成就是官辦的跟民辦的 官辦的話就是學歷 像交大啦 像北京的師範啦 北京的航天學校 都是屬於大學學制 大學學制 對 那它是不是一樣要 我們臺灣的空姐是一定要 長榮好像是高中畢業就可以嗎 高中畢業已經改了 已經不行了 它只有在前兩期才招收高中寶寶 我們大陸都是很多景美畢業的 北英女畢業的 對 又到選一些英文程度很好的 進了長榮 大概就前一兩季而已 之後開始全部都是專科以上的 嗯 學歷要求上面 呃大陸會比較嚴格嗎 還是臺灣比較嚴格 他們有些是要求一定要外語科系的 嗯 要外語科系 語言是非常重要的 對 語言科系 或是他們全國的英語分級有十級 它至少要四級以上 那四級以上其實也不是很很難啊 嗯 不是很難的 嗯 嗯 這個呃 空姐不管是在臺灣或是大陸 他競爭都非常非常的激烈 那比較妙的是 其實呃兩岸在第一代空姐 這件事情上面呃 差異是很大 比方說在呃上航 他的空姐其實是織女 就是紡織場的女工 我們休息一下 稍後回來再跟大家講講 這一段故事 好 因為我們像我們這一代人在紡織場也已經幹了近十六年了 對 我紡織場幹了十六年 在這裡幹了近十五年 還差三個月嘛 就是五年了 紡織場嘛是在地上的 那個是在天上的 一個在藍天 一個在地面 一個是車間裡面的馬達聲橫響的嘛 是吧 不過在車上面也有這種 飛機的 潮聲 在飛機上你要人的溝通啊 常隔人看旅客的心理啊 你都要知道的呀 是嗎 剛剛我們看到的這個是上海航空第一代空姐 他們很特別 他其實不叫空姐叫空嫂 空嫂 對 因為他們當時的身份是上海紡織場的女工 作業員 他講說他在紡織場已經工作十六年了 十六年之後 所以年紀已經不輕了 對 那個時候他們才飛上青天 其實是有時代的背景 對 像剛看到上航的話 就是應該已經是面對一般民眾那種航空公司了 可是是讓我們看到一九四九年之後的話 所謂大陸第一代的那個空服嫌的話 他們其實那時候是主要服務領導人 因為那時候一般民眾的話 你出去出去玩的話 不可能去搭飛機 因為我們那個只有那個 可是他們當時我看知道 他們年紀特別輕 是 五五年 他們招收第一批的 第一代的那個空姐十八個人 初中畢業 國中畢業 那算同工 對啊 年紀好輕 年紀很輕 不過我覺得用空嫌有很好的好處 就是說他們是夠穩定的 第一個 第二個就是他們的應對上 也不會有太大的亂子出現 我覺得用空嫌也不會是壞事 其實在歐美是很多航空公司 都是用年紀很大的繼續聘用 他們做空服員 空嫌很耐用的 對 就又親切服務又到位 對 回到家還可以把家裡打掃了 跟飛機上一樣的乾淨 就是 不過那是第一代的時候 剛剛開始的時候 他們是用這樣子用空嫌 可是現在的話 其實兩岸都是一樣 就是大陸剛提到說有一個專門的 那個空服員的學校 那臺灣是其實很多人在報考 也會到培訓機構去補充一下 是相關的 曾經民生報曾經有一篇報導 就是說他自己下做一些問卷 曾經要考空服員的人 曾經有接受過訓練 大概百分之六十以上 所以可見就是大家對這份工作 他是很嚮往 但是又不好意思跟別人講 會覺得說如果我考上了 然後飛上青天很好 如果沒考上 讓別人知道 很丟臉 我考空姐沒考上好丟臉 人家已經嫌我不夠漂亮 所以臺灣人現在目前有這個狀態 可是大陸那邊學生是非常積極的 他們是覺得他不害羞的 他就說我是要 我就是要這個工作 我就是要 這多少錢 太便宜 我不要 我要貴的 就是那邊的學生蠻可愛的 就是所以說我覺得他們那邊 積極想要得到一份工作的企圖性 我覺得比臺灣的學生 比臺灣還要強烈 當然也是因為他的競爭非常激烈 其實我們可以來看一段相關的新聞影片 可以了解一下他們在關於空姐招募 這件事情上面 其實就像選美一樣 競爭非常非常的激烈 上千名的應徵者大排長龍 全都是為了來參加空姐空少的徵選 現在在大陸有越來越多的空城大專院校 造成競爭激烈 許多才三年級的學生還沒畢業 就忙著到處面試尋找機會 我的四川女孩 我來自廣州民航學院 我來自安徽航學院 成本的話就是路費和住宿可能會比較高一點 因為要全國各地的跑 如果這邊沒有過的話還會有三次家的打算 哪邊有的招就去試一下 最遠可能要到北方把遼寧那邊 沈陽那邊 這次在南京舉行的東航招募會上 原定錄取65名空姐35名空少 但沒想到來了2000多位應徵者 算下來只有不到5%的錄取率 被淘汰的學生只能繼續奔波 參加下一家公司的篩選 半年下來 路費 住宿費以及個人開銷 要花5000到1萬元人民幣 又想拿一年10萬塊人民幣的年薪 不僅要付出大量的交通 住宿費 參加面試 應徵上之後還得自己掏錢 以東航江蘇公司為例 面試通過的學生需要自行負擔培訓費 每人1萬元人民幣 住宿 保險費再花近6000元人民幣 算下來差不多要8萬元新台幣 看來為了一元空姐夢 要花的代價可不少 玉電TV巡运陳炯任綜合報導 想當空姐還要像是通過 像選美一樣的考核 花那麼高的錢 1萬塊算多嗎 1萬塊人民幣半年 大概 其實他剛講的1萬塊 是他們考上之後還要花的錢 考上之後還要再花的錢 對 他跟我們他們不一樣 台灣譬如說我們的 像以前我在華航進去授訓 公司每個月還要給我薪水 但是大陸不是的 他們考上的時候進去授訓 培訓要自己付費 他是不是因為培訓完之後 他不一定能夠正式上綱 這第一個 怕我培訓完之後 你就 你也跑了 你跑了之後我培訓你 那錢就是我 就浪費了 我的資源 可是以台灣來跟其他公司來比的話 是完全是相反的 我們是由企業來出錢來培訓 這個人從零到一百 但是大陸是完全不一樣的 他在待遇上面真的跟其他行業 比起來是好的嗎 才會有那麼多人想要飛上晴天 其實我們在大陸面面的學生 有很多是從國外念書回來的來上課 因為他自己本身語言條件不錯 他想進入這個行業 所以他們認為大陸的 相對的薪資來講 他們是不滿意的 所以他們如果說 他們寧願花更多的錢 然後去取得這個工作 那我再仔細再問一下這學生 其實每個學生的家庭的背景 都是有錢人 都是有錢 他不差錢 都是有錢的小孩子 他們是付學費是完全不眨眼的 這第一個 第二個就是說 他們父母親覺得說 考上重要 多少錢不重要的 所以我發現學生 而且大陸的考試跟我們談不一樣 我們頂多台北 高雄跑 他們是從深圳可能要跑到北京 北京要上海 然後可能要到湖南 對 所以我覺得要進入這個產業 在大陸來講 他手邊沒有一點一些盤纏 我覺得是很難進入 很難進入這個競爭職場上 那像您接觸 就是他們這些 懷抱的是空姐夢的一些年輕女孩的話 他們為什麼這個工作對他們這麼有吸引力 除了說 因為你說他很多人是自己很有錢 錢好像有沒有那麼多嘛 對不對 也不差錢 其實就是想往外面跑嘛 其實他們 昆光也解放了 就想往外面跑 可是以前如果從國外念書回來的話 回來就回來了 沒有機會再往外面跑了 所以他們想要到不同國家去接觸 那空服員的工作的話 其實在以國行來講的話 他們就是一個服務業的工作 他們想藉由這個工作 可以接觸更多不一樣的人 而不是只是待在辦公室做文書員 所以他們新的這一代的年輕人 他們也跳脫以前那種 再找一份工作做到一輩子的 這樣子的想法 不過因為我們剛剛看到 就是空服員挑選真的是百宗 甚至千宗選一 所以挑選出來那些空服員的話 其實條件每個人都非常好 都是美的啦 就是至少就外型條件上面來講 都是非常美麗的 因為他們的母數很大 所以要挑實是不難挑的 但是我剛剛看那影片當中 看到有很多女孩子 就是把自己弄老氣了 就是說明明就是二十幾歲的女孩子 把自己弄得年紀很大 就是妝嘛 就是妝跟頭髮 就是感覺太老氣了 我們可以看一個那個排行榜 那個是去年二零一二年 全球十大有美女空姐的 航空公司的排行榜 就大家可以看看那個排名 我第一名是那個 以色列航空的空姐 那以色列航空有沒有飛臺灣嗎 以色列航空有飛臺灣嗎 好像沒有 沒有 然後阿根廷航空是第二名的 另外大陸的航空 其實他空姐也上榜了 就是我們這次引起爭議的 那個流光異彩妝容的 所以還是有人覺得他們 深圳航空 對 深圳航空還是有人覺得他很美 還有什麼卡達航空 韓亞航空 然後再下我們臺灣的航空公司 必然華航一定有嘛 華航得獎了 然後四川航空 因為四川出美女嘛 所以也不意外 可以看到說 他在世界十大美女空姐的航空公司 排名裡面 大陸就佔了三個 顯然他們真的是 人多美女也多 是的確是 可是那個服務的質量上面 也是跟我們不一樣的吧 我覺得他們應該還有一些空間 大家可以彼此交換學習 因為我覺得臺灣跟中國 現在互相衝撞 這個過渡期 我覺得有很多事 雙方都不是很適應的 那像我們的很多的朋友們 在飛機上常覺得說 我在公司受訓這麼久 我從來沒有遇到 有一些問題 是我沒有辦法回答的 我說什麼問題 你沒辦法回答 他說這客人坐得好好的 跟我說飛機起飛了嘛 那先生我們起飛了 起飛了 怎麼那個翅膀動也不動啊 他以為他在搭鳥嗎 就跟我們說 因為我們是飛機 我們不是鳥 他有時候覺得 這客人很妙 他是故意要跟空姐搭訕的吧 沒有 他那客人很認真 很認真的問 他覺得客人好絕妙 所以我是覺得就是說 雙方客人的互動 乘客的互動 使得空服員的服務的思考 可能也要跟以前很不相同了 對 其實很多空姐 在飛機上面遇到很多狀況 可能也不是學校裡面 能夠教得到 不是 完全不是 完全不是在地面受訓的時候找的 是 那兩岸的空姐的話 到底還有什麼差異 稍後來繼續聊 最近深圳航空空姐流光溢彩的這個妝容 引起了很大的爭議 所以我們就趁著這個話題來聊聊兩岸空姐的不一樣 我們的網友就問了 他說大陸 到大陸去當空姐比較好 還是到臺灣比較好 劉萍 其實之前我們臺灣有第一位 在深圳航空工作的臺籍的空服員 我問他 我說 那你到深圳去應徵這工作 臺灣人想可以去嗎 他說 我想你們不會來吧 我說為什麼 他說因為薪水 當然跟我們臺灣的航空公司 比較起來是不好的 不好 臺灣比較好 臺灣比較好 臺灣值得臺幣大概至少 國內航空公司大概是五萬六萬左右 那那邊說他剛進去的時候 一千五 三千 然後五千人民幣 不到兩萬塊錢臺幣 我問他說那你為什麼願意在那裡坐呢 他說因為我是在中國大陸念航空學校的 所以我當初進的深圳航空是我們的經理 幫我寫的特殊信函網 中國民航去報的 所以中國民航特別的答應讓他來 那我說我們可以去嗎 他說我們經理非常歡迎我們臺灣人過去 可是我在想 法令上面是不是有限制 目前如果說你只是飛國內的話 你沒有限制 如果飛國外的話 你的多國簽證就有問題了 你多國簽證 你一定要拿 你要拿誰的護照 你是要拿臺灣的護照 還是要拿中國大陸的護照 對 所以如果說你只是飛國內的 domestic airline 我覺得沒有這個問題 只要中國承認 你可以來給你工作可以 可是如果說要多國旅行 要到美國 到歐洲其他國家的話 我相信簽證會是個問題 或是我想要當空姐 很多人是因為看好 就覺得空姐的衣服 衣服很美麗 衣服很美麗 對 尤其是黃人的 對 我的很多學生 很多人也是因為製服來考的 我說你心中第一次言什麼 他說就是那個新行啊 製服最漂亮 然後第二名什麼 自己在那邊排的 所以我覺得製服的確是吸引別人的目光 尤其在機場上行走的時候 在飛上工作的時候 都是客人注目的 可以打扮得美美的 對 我們除了看看現在那個非常美麗的空姐妝之外 其實應該給大家看一看 兩岸第一代空姐 他們之前的裝扮有多麼的不一樣 不一樣 中國大陸的部分 他穿得就很像軍裝 對 因為那第一代的時候 可能是因為個人財產 可能是因為那個時候他們剛 剛解放 他們認為大概穿裙子太過資本主義了 所以你看第一代的話 他們一些服務領導人 空姐還穿著褲裝 你看我們華航的 對 華航一開始就 多麼優雅 對 對 華航的 而且華航他們的制服 像我印象中的話 很多大陸航空公司在模仿華航的一個制服 像廈門航空的那個制服 我一直覺得他是跟華航非常像 很相近的 對 其實不僅是航空業吧 我想別的很多行業都會以起跑來 作為我們主要的中國的形象代表這樣 那華航其實這麼多年來 五十幾年來都是穿這樣的形象 甚至有一年我們公司想要改制服 就很多人就寫信來說 你們公司怎麼可以改制服啊 這個起跑是我們的精神 特色 然後又改回來 所以後來就還是一直延續到現在 所以我覺得起跑 其實我以前我們在歐美機場走的時候 很多的歐美人士看我們的起跑 都非常的羨慕的眼神 回頭率極高 回頭率極高 他覺得這是東方小女子的感覺 然後我們都是很壯碩的 對 就有特色嘛 就很容易吸引人 只是穿這樣衣服在飛機上服務的話 會不會行動不便 非常不方便 非常不方便 因為這個領子很擠 手臂很擠 然後腰身很擠 然後再蹲下去的時候一定要把裙子 稍微拉 提拉一下 才能彎得下去 所以所有的動作都很受限 包括要幫那個客人放心 放行力也不方便 沒有辦法舉起來 但是舉到這裡的時候 但是就已經上不去了吧 對 所以空姐的話看起來是一個 光鮮亮麗的行業 可是其實相當辛苦 而且還要非常拼頭論足 壓力其實蠻大的 對 其實我們在搭飛機的時候 除了可以欣賞美麗的空姐之外 也可以好好感受一下 不同國家的空姐 還有服務差異究竟是什麼 今天非常謝謝劉平 一起來聊天 謝謝觀眾朋友 請客收看 我們影片繼續 大耳化之